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关注到底谁在听道 受众是谁 以及如何在讲道当中能够有好的应用 道德牧师你好 你好 道德牧师你好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们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虽然说不上是二十几岁小伙子 但是也是三十几岁的刚刚开始在服侍的传道人 对对对 刚来美国 对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服侍的旅程 以及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一个主题是讲到 为什么后来你会特别关注这个议题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温州是月清的一个流星片 我们很多的如果熟悉的话我们有不同的片区 我们属于一个家庭教会的系统 那我其实正式开始有这样讲台 其实是在东北省阳 那边也有温州人教会 哦 OK 对 我父母在那边做生意 所以我就在高中大学在那边读 后来在大学的过程读书的时候 我们都是义工嘛 义工的模式 所以就有机会在农村里面去分享福音 去讲道 对 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正式学过 但是呢按照我们传统的那种 温州的一些一些一个模式来进行 温州模式是什么 很好奇 我们也有一个审 或者叫审慎的一个机制了 就是你就可以作为我们叫讲道同工 对 就是义工的教道同工 温州就可以在我们也是在东北 也有个片区的各个教会里面 逐日的时候有机会来分享讲台 都是一股 那个时候没有全职传道人 都是一股 OK 是 是 是 后来2000年就回温州 温州在我们的老家的一个教会的总会里面 后来就有机会参与福祉 也是一个 所以我们就讲道同工了 后来就有机会能够去新加坡读神学 往来再回到温州 能够继续有机会 参与在教会的福祉当中 是 是 那在在我知道后来你又到北美正道 婚姻生学院读这个教母博士 然后特别的读的题目是关于讲道方面 对 对 对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虽然说温州教会 有温州教会的特色 然后是片区 坦白讲你也如果等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是片区的话 也许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去理解 温州教会的治理模式 因为也许在东南亚跟北美我们比较不熟悉 可是欧洲的华人教会 特别南欧的华人教会 基本上是温州模式的延伸 对 所以你可不可以简单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温州教会的什么叫片区 以及当大部分的同工都是讲道同工的时候 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教会里面有 知识长老轮流站讲台 可是在温州教会的概念当中 讲道同工的概念应该不是这样 可不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对 因为这个应该这种模式应该 据我所知道的我自己的那个地方的话 看的话应该是文革期间所建立的 因为以前的教会有不同的中派背景 比如说内地会有自立会有寻道会 反正我所在的那个区有这几个教会 但是后来文革期间都是被关门了 受过神学训练的那些教师们 牧师们都被去放牛了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在地下的时候 就有人起来 这些一个义工那些 我们其实温州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知识都是农村 所以这些比较有一点知识的 或者能够会讲的 他就起来去讲道 那这个时候当时毕竟没有受过训练 那自己又是在地下的 那讲道过程里面 讲完了今天 下一周不知道怎么讲 或者那个就 后来自然而形成了一个 那你在这个教会 你在这里讲 那下一个星期你到那个教会讲 OK 所以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片区 不再以中派作为一个联谊的 而是一个地方性的 相近邻的几个村子 几个城镇 就成立了一个片区 所以这个片区变成了 就是说后来就变成了 有个总会 那总会就统一去管理 每一个周日的讲道的安排 所以我们叫派单 派单次的派单 是 谢谢 所以在派单次的这种制度当中 其实讲道者他可能 他是由总会来安排 然后每周可能到不同的堂点 去讲道不是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形成了 常常说的 我们有讲道人 却没有目者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讲道对象 我们是不认识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讲章都是重复的 我们对会友不是认识的 不过呢 有点好处 我说唯一的好处 我常常对后来一些年轻人说 这种派单次唯一的好处 因为你重复讲 同样的信息 所以你的口才会锻炼得很好 因为你第一次讲道 用一个新的讲章 你不会在乎你的表达 但是你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的时候 你会很在乎你的表达呈现 所以这个倒是 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 是 对我有注意到 温州背景的目者 通常讲道口才都是很好的 对 我们也 有人也跟我说过 这样的一个观察 是 那后来你是 在新加坡神学院 读完第一个神学的学位之后 回到温州府市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你后来又到北美正道神学院 然后特别是读讲道方面的内容 对 当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从小有机会 有很多的机会 应该来说 在中国家庭教会的话 应该来说 讲道的机会很多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学习很多 所以慢慢的会有了一些负担 那我们以前 温州市的一个讲道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种主题式的 一般都是主题式的讲道法 但是后来 我们 也是所以 200年之后 我们也稍微学习了一些神学 接触一些外面 看过这个 罗伯森的 那个 那个讲道法的书 我们对这种四经讲道的概念 都比较 都比较账途 也认为我们应该 主要讲 他应该有四经的讲道法 所以后来 去读神学之后 我就回到温州 一直在 推广四经式讲道法 在我们的总会里面 还有在 也去过各个地方了 去讲四经讲道法 来推广四经讲道法 这个课 是 那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对 反应应该是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好 最起码来说 这个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我们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 有一些 就是说 其实 这个也不能够展开讲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 我们温州教会 我们也存在了 很多的一些问题 跟讲台的信息 是很有相关性的 那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确确实实 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我自己 以前所在的教会 一直在 听讲道法的 他经试经讲道法 那在生命上 在牧羊上 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成长 这也是一个事实 是 大家还是都是 比较好学的了 还是愿意学 也许愿意去改变 是 那既然那时候 你从新加坡 已经回到温州 然后也把 世纪讲道的这个概念 做法带回去 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 你又到北美 去读讲道 当然我来 北美其实是来 先来生活的 或者说先来教会 幕会的 后来呢 再去想 去读一个 讲道法的一个 主要还是对 讲道法的一种 或者对讲道方面的 一种负担 因为北京过去 新加坡毕业 都在国内 很多的一些时间 都在推广 这种事情讲道法 那很愿意 就是更加深入的 去了解 我也认为 即使是在 我们过去 所推广的 事情讲道法里面 我们还是比较多的是 在那个 罗宾森的 那个Big Idea 那个大概年 那个领域里面 那其实我们 还是有很多 需要看见 或者需要学习 需要成长的一些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 后来学 这方面的初衷 是 那经过这段时间 其实也读书 然后也同时 继续在操练 其实我也知道 你也常常受药 在不同的地方讲道 你觉得 整体来讲 你觉得在这个 十几二十年 学习讲道 也在讲道当中 学习的旅程当中 你有哪一些体会 或哪一些insights 因为我们听 这个神明门读podcast的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 其实可能是 这个传道人 特别是中生代 年轻代的传道人 你觉得现在作为一个 又不是说 已经六七十岁的讲者 可是也不是一个 二三十岁刚出来的讲者 对于一个中生代的 你来讲 你觉得 你对讲道 有什么样的体会 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 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那每一个时代 我们对 即使一个讲道的课题 我们的注重点 比较不一样 过去我们从主题讲道 完了到试经讲道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在意的是 圣经怎么说 试经的一个方面的一些信息 但是现在慢慢的 我们也接触了更多的 一些外面的信息资料 或者我们也在幕会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知道 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那会有 他怎么听你 所呈现的圣经怎么说 OK 对 这方面就变得 比过去要越来越重要 即使我们以前 包括我们也都很喜欢的 这个罗伯森的 那个关于 试经讲道法的一个概念里面 我就觉得 他有一句话 其中有说 圣经是一个讲道 是一个传递圣经概念的 一种沟通方式 那我们过去比较注重这种概念 这个big idea 但是我觉得我们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了这种 圣经概念的这种 我们说这个正确的理念以外呢 我们很忽略一个沟通方式 其实讲道就是沟通 那如果是一种沟通的话 你的沟通的效果就在于 那你所沟通 你呈现的对象 他要听得懂 也愿意听 并且听了之后呢 愿意改变自己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沟通的一个 这个点来讲的话 对我来说 现在最起码 我现在的预备奖章 或者我在分享 这方面的信息的话 我就比较在意 就是说 对讲道是一种沟通 是 也就是说可能过往的 你的意思是说过往的时候 可能我们在训练讲道的时候 很在意的是 我们要把对的讯息给 给分享出来 对对对 可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在意 受众端 他们到底接收到了什么 对对对 我们比较强调给予的这一端 对对对 对当我们强调给予的这一端的时候 我们会很理直气壮 因为这是神学正确的 是 你们怎么不听呢 你们怎么 对 这个对 而且 而且即使别人觉得你听的 讲 你讲的他 听的不是很懂 很深奥 我们就觉得 这是你的问题 是 但是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我们就是会忽略了很多 我们可以如果在沟通方面 我们做一些改变的话 我们可以更好地会把 上帝的话语能够带入 这个会友的身上 生命当中 我想这个好像也 其实也跟我们的 会众的属性有关 就是说可能早期在农村的时候 弟兄姐妹是心事相对单纯的 接收到的资讯是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我们讲的内容可能就是 我们讲了一点东西 可能大家就觉得很渴慕接收 可是随着现在资讯量爆炸 我觉得并不一定是 人心变得更险恶了 因为这个连在 保罗都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所以大概人心并没有说 变得比之前更诡诈了 可是可能在现在资讯爆量的时代 特别我们又收到各式各样 社交媒体 他们其实也展现了 各式各样的沟通方法 然后所以我们的耳朵 好像已经被习惯是 你一定要用很高明的沟通方法 我们才会去 愿意去聆听一些资讯 所以在今天这个处境当中 如果讲到者 我们还是只是关心的事 我能够把正确的内容讲出去 可是却不关心 那接收者的感受 接收者怎么接收的时候 可能这样的沟通 我们不能说是不好 但是是不见得是有效的沟通 对对对 所以如果讲到是一个沟通的话 我们的有效沟通就是要 对方愿意听 认真去接受 其实跟现在 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现在媒体世界 为什么我们说 从国客时代到微博 推特到Facebook 现在说短视频 其实都是沟通方式的改变 对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的话 那我们作为讲员 讲到的话 我们需要抓住 一些机会 能够呈现 让沟通的另外一方 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有效 有效的沟通 那可不可以从你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早期在农村教会 或在东北 然后后来到了新加坡 后来又回到中国的温州 然后也看到这个温州的发展 可能从这个小城镇 变成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 后来又来到了美国 其实你在讲到的过程当中 面对不同的群体跟族群 你可不可以就是回顾一下 你觉得这些不同的群体的特色 如何影响讲到者 或者是对不同群体而言 有效的沟通 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沟通 有没有什么不变的原则 但也有什么是需要改变调整的 对 其实对我们传道人来说 我想很多人都会纠结在一个 什么是可变的 什么是不可变的 那在这个中间如何有智慧去 不仅仅是认清这个事实 而且有智慧要处理去转变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 如果单单从讲到来说的话 比如说我以前在迷读神学之前 那我会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沟通上 相对比较有效 因为我会对农村的人来说 我会引用很多一些故事 包括即使在温州的话 那些农村里面的故事 我们也尽量去学习去 然后来读往神学院 之后回到温州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记得 培养了一个逐字写奖章的一个 我现在还是逐字写奖章了 这个我们一会再有讨论 那我也是逐字写奖章的一个模式 那你知道我们在温州是用温州话讲到的 你组字写奖章的话 你就跑出来讲出来的话 都是那种我们叫不是图画的图画 OK 就是不够图 不够接地气 对不够接地气 不够土 就是那样的一个温州话 而且我讲的例子 或者我们遵照的一个模式 我其实觉得 特别是刚刚回国的时候 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 是蛮辛苦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 很相仿的很两极的 就是年轻人的评论和长辈们 那些可能没有做过很多教育的 那些长辈们 他们对你的反应 是很不一样的 很两极化的 OK 所以是长辈比较没那么正面 觉得说还是长辈比较没那么正面 OK 对因为长辈们会觉得 你过去讲的 好像我们都听得懂一点 过去你的故事 好像比较有意思 后来你讲的都是什么 一些哲理性的一些故事了 我们就讲别人 我还记得很清楚 讲一个笑话 我讲了一个笑话 本来是在年轻人的时候 哄堂大笑的 在主流的时候 用温州话讲的时候 没人 人家还解释了笑话 人家才笑一笑的 所以那个就是会有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困难 OK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特别是好像世代之间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 因为我过去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其实也常常发生 有年轻的传道人 很无奈的跑来找我 就是他们觉得说 他们很努力的预备 然后也读很多书 可是上一代 或者是年长 爸爸妈妈那一代 当然这些都是相对的概念 就看他年纪多大 爸爸妈妈那一代年纪就多大 爸爸妈妈那一代都觉得说 你讲太多学识了 你讲太多道理学问了 我们来到这边 是要听上帝的话 听上帝对我们的牧养 不是要听一堆高僧的学问 可是也的确 我们也看到说 这些年轻的讲道者 他们在讲的时候 他们跟他们年龄相仿 或者是再更年轻的一代 似乎是觉得 觉得说是 终于有人好像愿意去 去面对或者谈到 我们的挣扎 我们的疑问 或者是我从小听讲道 听到这些道 是很温暖 是很窝心 可是还是有一些心理的疑问 好像需要一些理性 置信逻辑的一种 一种演绎跟解释来回应 所以年轻一代的反应 好像有的时候反而是比较正面的 那可是年轻传道就很两难 他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说我 我到底是该 因为如果说按比例的话 难道说今天只是 某一个世代的比例 多了5% 我们就要shift吗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会怎么建议年轻的传道人 面对这样的处境 就是他讲道的对象 可能他的对象不是分离的 是什么样年龄都有的 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Gordon Weirard有本书 他是从文化商术的一个角度 去讲这个讲道法的一些应用 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为什么有一些时候 因为理论上是说 你信徒 因为从某个方面来讲 你讲道员 讲者你面对不同的信徒 有长辈的一个长河 有年轻的长河 其实是这是你没有办法的 你没得选择的 所以我们的一个选择 就是你有极强的这种文化商术 去敏感他们的一些 你的会种 你会种的需要 所以这个就是对我 我认为是我每一个床道人 就需要急切去 要培育的了 自我培养 或者一个培育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也需要敏感 其实你不可能 每一篇讲章 所有人都满意 也不可能 当然一篇讲章 不是针对一个人讲 也不是针对所有人讲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不过我们需要 比过去更加敏感 我们的讲道对象 是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会 过去说实话 我们我预备讲章 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在我预备 讲章里面的重要性 就是你的讲道对象 对 现在我会觉得 当然有人也会 从理论上的角度 比如说那个 讲道的商交关系 以前是讲者圣经 还有圣灵 那现在是说 会众也参与在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预备 讲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讲道对象 就参与在我们预备 讲章的过程当中 而这个是透过我们牧养 去理解和呈现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样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一种 一种的牧养 一种讲道的 一种结合 是 也就是说 其实道德你在谈 并不是我们要如何 找到一个理论上的 平衡 而是可能 那个真正的出入 是我们去认识 聆听 我们讲道受众 他们的真实的感受 真实的处境 以至于很潜移默化的 在我们预备讲道的时候 他们不再是一群 我们要讨好的人 或群众 而是一群有血有肉 我们知道他们的挣扎 我们认识他们的 生活遇到的困难 以至于很自然的 我们讲到的内容 在针对他们的 服侍他们的时候 很自然的就慢慢的 好像也不是故意要兼顾的 可是当你越认识 上一代 认识下一代的时候 因为可能也许很多时候 年轻一代的讲者 我们准备的信息 更能够贴近下一代 是因为 我们跟他们更接近 文化更接近 所以我们预备的内容 可能就是觉得说 好像也是在回应我的问题 因为我在 我也是在回答 我的心中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其实 你刚刚讲的是很对的 其实 如果我们说 长辈们的讲者 年轻人不适应 我们会对他们说 你的跨文化工作 做的不够 其实相同的一样 当我们年轻的讲员 讲到 那一些 一些劳工城市的人 或者一些长辈们 他说觉得你的不够 贴切他们的生活 其实从某个方面 也是我们的跨文化做的 是 所以其实真的是 我会说 有句话 讲到是和听众 共同参与的一个旅程 对对 共同参与的旅程 这是对的 对这是对的 所以我 说实话 我们过去没有意识 我现在回忆自己 我很在意这个 这个世纪 但是就是说 我也觉得应用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应用很重要的时候 我会把我理所当然的那个很重要的点给整理出来 而我不会去花功夫 或者花一种时间去了解他们的点在哪里 对 所以这种意识就是没有 就是非常的不够 OK 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那时候神学博士刚刚毕业 然后读了很多神学的著作 很多很精彩的神学著作 然后我很多 真的很兴奋 然后常常在讲到的时候 甚至那时候刚好我在牧养英文堂嘛 然后就还会quote 就会说 讲讲讲 说OK quote Motman 讲一段话 然后 然后结束之后还要再加个quote 好像在写书一样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沉醉在其中 然后我老婆就非常的受不了 有一次我讲完 她就跟我讲 她说 老公你为什么每一次讲到 你都一定要quote 那个这些神学家 我说因为他们讲的太精彩了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他们讲的东西 我们用三叶两语根本讲不完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其实Motman的这句话 你为什么不干脆用 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可以讲完了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对 我老婆讲了那句话 蛮精简的 就把那句话的意思给讲清楚了 所以后来我今天明白是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迟早的堆砌 可能是在隐藏自己的不理解 跟不安全感 所以我们就堆砌了一堆名字 跟迟早 不代表说 我觉得我绝对不是反对 传道人我们要进修 我觉得读书很重要 可是如果我们不求圣洁 或者是只是藏在这些书本 这个引经据典跟名字的背后 而没有真的走出这些东西 去跟我们的受众 有温度连结的话 其实那个讲到 传达出来的信息 也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是的 其实我们也都有共同的经历了 特别是过去我们听 华人的一些 有些长辈 我们刚刚聆听的时候 都会用某一种的腔道和语气 而且词汇去表述 那当然 我巴不得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我们的会友 我们的 我们其实最应该在意的人 我们去没有去在意他们的一些想法 是 但这个在这个 我们讲了这么多 那你觉得说对于一个传道者来讲 我们该怎么培养这种文化伤术呢 cultural intelligence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是这样 就是首先要意识非常重要 我们意识到 因为很多 我知道的是很多传达人没有意识的 他就觉得没有问题 我这样讲就很好 他们听不懂是他们的问题 是 应该是意识 那另外就是尝试的话 那你要尝试进入一些年轻人的一个 一个生活当中 如果你有 当然我的不一定是年轻人 就是你的讲道对象的一个生活当中 我以前看过 我不知道记得是准不准 就是 我不知道是卡巴特吗 还是谁 就是说以前在农村里面去 我去这个牧羊的时候 完了呢 礼拜一天讲完了道 礼拜一的时候呢 知道下一周要讲什么道 完了 我不知道是谁啊 就是我叙述过程里面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 拿着讲章 拿着经文去探访 完了呢 周六呢 回来 周五回来预备奖章 完了礼拜天呈现的是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我那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好美啊 就是拿着经文去探访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牧者的一个态度 而这也是一个 对讲道的一种尊重 知道你所呈现的经文是 你的会友所需要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些时候确实是时候 我们是说实话 我们是不懂 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高级生 我们以前啊 说那个视频是什么 我会在上面讲 每次讲完呢 其实效果都很好 董事务员应该知道 效果会很好 但是这些年轻人 他知道你在装的 他知道你不熟悉的 他知道你只是在讲台上 为了让我们能够更装线 他知道的 甚至有些人会笑我 知道吗 但是他们 为了我们这样的尝试 很感动的 是 他会觉得 对你的讲道 我知道你是这些 都是李佛巴尔学 你的名词都是跟我学的 但是你在尝试把圣经 进入我们的心当中 所以我就是说 我们不要怕 就是尝试 就像这种跨文化一样 就像我们这些 刚才外国人讲中文 他们不说跨文化 我们觉得好奇怪 但是 我们去做 去尝试 他们会理解 而且他们会为着 你的这种尝试而感动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 我就说 无论对我们对长辈 你要在长辈面前 讲一些长辈的故事 或者在年轻人 讲到年轻人的故事 其实可能对方 他都知道你自在 只是为了某一篇的讲章 让尝试着 与他有个沟通 但是他会 这个方面 不仅仅是你的沟通 达成了某个效果 他也会为了 正宁的尝试而感动 这是很好的提醒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 可能会一种很拘谨 就是说 我不要东施笑评 就是好像这个学 但是学的四不像 可是却忘记了 是说其实真正重点 也许不一定是 我们学的有多像 而是我们愿意去学习 愿意的这个姿态 跟努力 其实本身 它也是一个沟通 一个善意沟通的开启 对 这也是一个学生 他有 我们有分享过的时候 这么个态度 你这样讲 我完全明白 是因为以前 像在北美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一起服饰的时候 我在自己的教会 讲到有时候 也是牧养很多高中生 大学生 三不五时会讲一下海贼王 坦白讲 我只看过一集而已 我从来 我从来没有真的看完这个故事 可是就是听他们聊天 听他们讲 然后有的时候就讲 就好像在海贼王里面怎么样 他就是 我虽然没有学生 直接跑来戳破我 说 啊 而可能是一种 对于这种姿态的一种回应 跟appreciation 这种善意的回应 那这个本身 其实就开启了一个沟通的过程 对对对 对 那道德 其实我们 我们在聊这期要谈什么的时候 你还特别提到一个题目 你想谈谈 就是信息的时代应用性 我想今天在谈这个 讲道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很强调说 一篇信息不能够只是有道理 一定需要有应用 但我不知道你在讲道当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挣扎 我会有这样的挣扎 就是 曾经 在过去十几年服饰的过程当中 有听过一些人给我的回馈是 也叫华牧师 你讲道的时候 前面都那些内容都讲得很好 但你最后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 可操作的 的东西 那我也试着 follow这个 这个建议 可是后来发现 两篇三篇 一个月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我发现我想到的应用 好像怎么 搬来覆去就是那几样 不爱乎 要爱淋舍 不爱乎 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好像刻意的要讲 怎么应用的时候 会有一种 比较枯竭的感觉 可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完全明白 其实一篇信息 如果最后没有call for action 如果没有一种 行动上的呼吁的改变 好像它就只是一个 纯智性上的一个 知性的运动而已 这个当中 到底该怎么做呢 当然我现在摸索到 有些我的感想 但我很想听听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挣扎 以及你是怎么 你是怎么面对 这样的挣扎 或者困境 对 所以 这个应用 确实是 我会觉得 因为首先 大家都知道 圣经里面 有很多应用的经理 包括圣经 就是 与教训读者 神归正教导 血液的 一个应用过程 这个是我们 大家都能够 所理解的 而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应用 确实应用 我觉得很难 就像你刚才说的 游戏时候太过具体 礼拜天 讲到的时候 你这个超市里面的推车 你要推回去 我也听过 类似这样的应用 就是 是鬼家很道德的教育的 那当时呢 有些时候 我们太过笼统 这是我们 我以前 对不起 我这样说 以前 我们在温州的时候 常常说的 我们的应用就是 你不过爱族 解决方法是 你要爱族 你不过热心 解决方法是 你要热心 就是笼统 很抽象的 但是不够具体的 所以这些呢 其实 也对我的一个理解来说 也都可以 但是是 你的对象是什么 是谁 或者是在怎样的处境之下 有些时候 我用的一个词 叫没有应用的应用 你知道现在 现在年轻人 有些时候 喜欢暗示 喜欢议会的 那这个时候 就不需要 这个有应用 你说教师的 你要做什么的一个应用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 特别是那种叙述式的时代里面 大家听完故事之后 你再讲一二三 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些 这些可能对一些年轻人说 你的规范 你的命题 对于他们来说 是简单粗暴的 所以这个时候 那我们可能就是什么样 就是不需要有应用 所以特别是叙述 讲到华的话 你讲完了故事之后 其实你就让他自己去 给你的你的应用的点 对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了 对 但是我会想说 就是说 尽量去尝试一些 不同的一个应用的模式 是 这个模式 有些时候是没有应用的 那有些时候呢 可能你是 你是很积极的 我们过去 我过去学习到是 你可以用第二人称的 这个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的 那种的第二人称 显示了你是非常 宣告嘛 以前说讲到是一个宣告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 很宣告式的 对大家进行一个 意志上的这种挑战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 在某一些人当中 有需要的 但是呢 也可以是一种 第一人称的一种 自行式的引导和建议 其实这种自行 是第一人称的方式 不见得没有力量 所以我常常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 我认为保罗 最具霸权的一句话 就是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病 他钉死架 但是这句话 却是一个主光的方式 来呈现的 但是他的力量 却是十足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会觉得就是尽量 发挥我们的创意和想象力了 对我会觉得 其实在我倒不觉得应 对不起 你刚刚说自己应用很困难 其实我的观察 我虽然没有做过很多的调查 我的观察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是没有应用 而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对待 事件一样的认真对待 我们的应用 没有花足够的一样的力气 来想这一块 对 因为我们试经 这是很正确的事情 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这个应用可能是要进入 像那个 斯多德说的是 另外桥梁的另外一端 在这一端里面 我们可能没有安全感 我们可以甚至 有讲多了 有罪恶 我小时候受训练的 讲多了故事 就会有罪恶感 没有有愧疚感 就觉得自己事情不够 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 我会觉得是说 我们没有好好认真去对待 OK Yes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因为你提了两个 第一个是应用 好像传统是用第二人称 你应该 可是你提到说 其实第一人称 也是有他的力量的 第二个的建议 你提到说 要善用创意跟想象力 那我把这两个 拉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说 好像你在指出一个东西是 有一种应用是 我告诉你怎么做 但另外一种应用是 它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故事 那当你生命故事改变的时候 很自然的在面对眼前的处境 你会完全朝不一样的方向 有不一样的选择来进行 那这个就需要有创意跟想象力 那包括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一个好朋友 万里豪牧师 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他在想 他说 他说 我有一次在跟他聊讲道 我说 Peter你知道吗 我还蛮喜欢听你讲道的 你是one of the 这个一个speaker 就是说 我无聊的时候 跑步的时候 我会听你讲道的 那我就很好奇说 那对你来讲 如果你今天要教一个人讲道 你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样的 给他的建议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 他说他会尽量去想 传达给听众的信息 不是你应该怎么样 而是让听众感觉到 我也是这样 那其实用我的话来讲就是 其实你是邀请听众跟你进入到上帝的故事里面 他发现 原来扫罗的挣扎 我也是 原来我跟扫罗一样的挣扎 大卫的处境 原来我也是这样子 那当我们进入到那个圣经的叙事当中 或者是进入到上帝的故事里面的时候 而上帝的故事取代了我们原本自己以为 自己所在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很多的做法就很自然就会不一样 那其实这是一种很powerful的应用 就是融合你刚才讲的这两点 对对对 我觉得是 就是我用的就是说 之前就是 就是类似就是说的 没有应用的应用 因为我们应用在 在我们的一般的理念里面 好像是说 就是你应该怎么样的 你应该怎么样的一些 是 一些做法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就是 把自己的故事 和上帝的故事 与链接 往来带领大家一起进入这两个故事中间 所以我觉得一个 这样的一个旅程了 是 讲到旅程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重新连接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事情 就是 你跟你的一些朋友 新神的一些毕业的校友 你们在网路上 自发性的开始了一个叫 应该是讲到交流会吧 对 就是请不同的人来分享 预备讲到的一些心得 那当你们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坦白讲 我那时候还 还真的没有想过要怎么讲 这样的主题 可是当我参加的时候 我很惊讶有那么多的牧者参加 也就是说 应该大家都很需要有人来讨论这些事情 只是好像通常很少有这样的平台 那我不知道这个新神校友的 这个讲到交流会 可能参加的人也不限于新神的毕业生 可能就是大家的朋友 其实也开始也不是新神的 就是说我的同学 他在康奈尔那边服侍幕会 他在Facebook上有个群 他每一次分享 基本都是他自己分享 他的一个讲到的挣扎 他家领导 就是他的太太 他的老婆 对对对 他在对他讲到的一些评论 或者怎么样 他的一些挣扎 其实我们听 其实我们在那个 基本都是他 我听的其实蛮感动的 我突然会想到 很好的 我说讲到忏悔了 你要把它编成书 就是一个自己的一种的 一个心理的矛盾挣扎和疑问 其实有一些时候 我们会引起共鸣 会引起共鸣 后来他有机会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 对讲到有些 一些探讨讨论 后来说反正现在疫情期间 Zoom也方便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那第一次是我 我来分享 是 但是呢 我们也感谢主 就是新神的校友会 然后有一位 德高万众的一个学长 完了他就把它 发到那个群里面 所以很多的人来 看到了很多的一些 新神的一些 一些同学校友了 是 那在这些自发性的聚集当中 跟这些不同的教堂当中 你觉得你个人 有哪一些的 学到的 就是学习到的 体会到的 对讲到者的一些 insights 特别是今天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 不一样是 大家并不是先从 一套标准开始 而是先从我们的挣扎开始 然后才有了这样的聚集 所以这样的聚集 本身其实不是在告诉我们 讲到的SOP 也不是在告诉我们 讲到一定要这样 才是好的讲道 而是一种 大家在很真实的交流 分享我们的讲道当中 预备奖章 Deliver奖章的酸甜苦辣 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 对于 今天如果有一个讲道者 想问一下 道德 所以你可不可以 我都错过了之前 所有的聚集 但是如果有没有什么精华 你可以分享的话 你会怎么 你会分享哪一些insights 就像你说的 我们的 好像现在是第三届了 接下来马上又是第四次 我很感动的就是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位牧师 这位唐牧师 他是很真实的 把自己的挣扎给写出来 那我们是每个人 其实都有类似的挣扎 而我们 当然这也显示了 我会觉得 作为上帝的仆人 我觉得传道人 这方面的挣扎 你是必须和需要的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挣扎 我们的一个忏悔 甚至我们 各种的不面情绪面对讲的 我就是这是我们作为传道人 呼召里面 所为主付出代价的 一个某个方面 是必须和需要的 对 所以我也会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 甚至我的一些学长 一些很好的一些上次的 对我 甚至我们的老师也有参加 所以我觉得 非常的感动 也显示了 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一个 一个共性 一个共识 对讲道的一个挣扎 真的是我们在讲道面前 在服侍上帝的话语面前 我们没有强者 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 学习者 所以如果 你说有什么精华的话 那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这次 包括请读牧师 或者请期待的 我们都是比较从一个 一个沟通 特别是面对 现在的叙述时代里面 我们应该有的 我们可能 大家也都学习过 过去我们讲道法里面的 标准程序 或者几个 什么基督委中心 或者 一个idea 这些概念 其实大家都懂的 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到了一个 就是说 我们如何应用这些概念 更好的呈现在 我们的会友面前 对 特别是如何把握 现代我们的会友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处境 主要还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就说 我们一直在挣扎 在一挣扎的过程当中 我们继续去学习 是 这个很吊诡 就是说 因为世代的文化 一直在改变 所以我们大概很难说 OK 我现在懂了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就就就不会错了 因为一旦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假设 这个时代文化 已经固化了 所以也许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 找到一些好的路标 说 其实面对 年轻一代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注意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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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种持续愿意 敞开学习的心 好像才是真正的关键 其实我就觉得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预备奖章 传道人在预备奖章的时候 我们是有思想 我们是有思考的 我们是有挣扎的 但是我们所挣扎的点 就是可能跟我们应该 原本要讲到对象的 那个那个点上 我们连接上 我们可能好像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挣扎 跟他们的一些挣扎 就是联系不上点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到了也不会说 是做了无效功的 无用功 我不会这么说 不过确确实实是 很多传道人 他挣扎出来的讲章 就像一个传道 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精力 对着你们讲出来 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你们还不喜欢 你们还不爱听 就是一方面 我们很尊重 好像这位传道人 他的一个挣扎 所预备出来的一个奖章 但是年轻人的奖章 或者说他讲到对象 这种挣扎 跟你所表现 呈现出来的是不对一样 不对称的 连不了一条线 是 所以我还会 对不起 我还会说的这句话 就是说 我们的挣扎应该是 讲到对象 与他一起挣扎 是 对 与讲到对象 我们的听众一起挣扎 是 其实道德 你刚才讲的一点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 就是传道者的自我中心 我们即便在服事人 我记得是David Bosch吧 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宣教神学家 本身是宣教士也是神学家 他讲说宣教士的其中一个陷阱 就是很愿意为上帝舍己 但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为上帝舍己 是 那他自己是宣教士 所以他这样讲的话 我想其他人没话说 像我们这样讲就怪怪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何尝 只是宣教士如此 牧者也何尝不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为上帝摆上 可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摆上 我们很愿意为群羊舍命 但是是用自己的方式舍命 但是很少去 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更需要设计的是 连我们舍命的方式 都是去聆听 上帝托付我们的羊群 他们真实的挣扎跟处境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你 读牧师我们讲自私人的 个人的一些讲道的一种分享 其实有些时候预备奖章是很痛苦的 我相信很多传道人都经历过 我会常常预备奖章的时候 一夜睡不着觉 不是因为讲到时间 预备时间不过 而是情绪投入太多 就是情绪投入 你睡不着觉 激动的不得了 我相信你也有 甚至我会哭的 预备讲道找痛苦流涕 甚至我说预备讲道的过程 那段时间也会跟妻子吵架 为什么会妻子吵架 因为你在零售奖章的 我真的是有吵过家 因为我在零售一篇信息的时候 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 我零售这个信息 我先要自己被感动 自己受教育 对不对 那自己受教育 那我的另外一方 他也应该是一起受教育的 所以我们就 完了就把我们所领受的 就跟他分享 那对他来说是莫名其妙的 就把他给人生气了 这只是真实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在跟你录影 我今天之所以那么准时到 就是我正在经历这件事情 我在预备今天 这个周末的一个讲道 然后我知道我在五分钟就要跟你 但是我觉得哇里面有一个体会 我很想跟我太太分享 然后我跟我太太分享完了之后 我太太就皱眉头 然后我就觉得 你不是应该感动的吗 你怎么会皱眉头呢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你这样讲很confusing 很让人困扰 然后我就 我就说很感动啊 然后我就真的是 真的是很不开心 所以今天跟你录音的时候 我自觉也那么准时的到 就是因为 我正在经历你刚才讲的东西 其实坦白讲就是自我中心嘛 我觉得我领受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全世界 都应该跟我要一样的感动嘛 但是如果放在我太太 一个听到者的角度 可能他觉得说 其实这个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真的那么造就人吗 还是只是满足了你 现在的挣扎而已 对 所以这里面就会呈现了两种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种吊诡 很吊诡 一方面我们讲到呢 要 你一篇讲 首先要感动自己 因为现在重点就是说 你要呈现自己 因为讲到从某个方面来讲 就是你呈现自己的故事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当你呈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那我们的故事跟他们的故事 或者说他的一些处境上 可能连接不起来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张力在中间 所以这种张力呢 我们如何去呈现 对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但如果说实话 我过去 真的是我会赞同 一定要人称的方式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正是看到了 这一层的张力 我更会愿意讲 我 我们 从这一段经历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模式了 因为我发现 就像你刚刚说 我所挣扎的 不一定是他们的挣扎 是 那 那我们的讲到 从某个方面来讲 更是要承袭 当然一方面也在呈现 我们自己的故事 呈现上帝的故事 所以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邀请他 来观察这个故事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要邀请他进入 这个故事的里面 看到我们能够在这个故事里面 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什么样的成长 谢谢道德今天的分享 然后也带我们一开始从强调 关注受众 然后培养出一种 好像文化的这个情商 cultural intelligence 那后来我们也谈到说 其实讲到应用的时候 不只是以你来开场的更多 也许我们可以也学习另外一种 是一种叙事想象力的更新 以至于我们是邀请大家 进到一个叙事里面 是我们进到这个更大的故事里面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而最后其实也谈到 一种讲道者的吊诡心 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真诚 要跟我们的挣扎在那边摔跤 可是一方面我们又 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是世界的中心 怎么样在这真诚摔跤当中 我们仍旧是舍己 让基督成为中心 也让受众听道者 也成为这当中的一部分 一起挣扎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我们刚才这样讲 一个小时一下就过了 可是可能很多时候是好几年 甚至一辈子的体会 谢谢大德 谢谢董牧师 我们也就像你刚刚说的 讲道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竟然呼召我们 有机会能够成为 讲台上的服侍者 话语的服侍者 所以我们继续学习 继续成长 也继续挣扎 谢谢道德 而且我觉得今天提醒就是 讲道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 不论是对上一代 要对下一代讲是如此 下一代对上一代讲也是如此 好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 设计的功课 谢谢 谢谢 谢谢道德牧师的分享 21世纪是全球人口流动的 一个时代 而这也影响到今天全球教会的宣教策略 近年又因为疫情 越来越多教会开始注意到 本地跨文化宣教的机会 下周我们邀请到 在高雄武昌教会 牧会的主任牧师 郭俊豪 郭牧师常年在北美和台湾牧养教会 同时也是宣教学的博士 研究的题目包含散居宣教学 下周郭牧师将和我们分享 他是如何在教会当中 落实宣教的实践 牧养多族裔的群体 并推动海外和本地的 跨文化宣教施工 我们下周见